現在4.5 題目 究竟浴漢會帶什麼問題給中國呢? 這裡就說 怎樣才為浴漢呢? 就是當雨量在那些地區 比平常低很多 或者長時間都沒有下雨 令到地方沒有足夠的水 讓他們使用 導致水短缺 這個情況就叫做 乾汗 這裡再說 究竟在中國 在哪裡會經常發生的呢? 在這幅圖看到 那些乾汗 通常在中國的北面 南面 西南面的部分 原因就是這些地方 通常都比較 距離這個海比較遠 就算它距離海近一點 其實也會有 原因導致為什麼會有浴漢出現 等一下會解釋 那 再來 究竟浴漢會帶來什麼壞處呢? 在中國 第一件事 就是對這個環境的影響 沒有水的時候 那些湖 那些河就會乾了 導致這個 Cut off of fever 這條河就斷流了 即是 一條河原本是連著的 中間突然乾汗了 導致這條河好像斷了 那些沉積物在河 因為沒有水沖走 就停留在河床 導致有沉積 結果 相反地 反而會導致了 在暴風雨來臨的時候 還有 植物就不能夠生長 表肚 就很容易被吹走 因為沒有些植物 幫它抓住泥土 導致有土壤侵蝕 好 這個呢 就會intensify 即是加劇 加劇了沙漠化 令到大地 更加 沒有生產力 unproductive 另外 那些沙塵布 亦都會更加容易發生 植物和動物不能夠 生活 那我破壞了那個 生態系統 好 對人來說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 乾汗會導致 農作物失收 甚至令到草 質量也會下跌 那些 豬牛羊也因為這樣 而會死亡 沒有水沒有食物 農產量又會下跌 結果會導致食物短缺 還有很多工業都需要水來生產 那你乾汗的時候 它們生產就會下降 那還有 那些水塘的水位下降 就會對這個 HEP generation 即是水力發電 就有壞的影響 你越少水 那就 影響到它發電的情況 那些河乾汗 亦都會影響到那些水上交通 那些人就沒有足夠的水去飲用 那會導致很多不便 甚至會影響他們的身體健康 那這裡說 究竟草茶在中國有什麼原因呢 一樣 是分了天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 那自然因素 當那些濕潤的夏季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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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究竟他们要使用多少水呢?或者他们如何管理水资源呢?也会直接影响这个问题 当那些对水的需求就高过他的供应,就会导致水短缺了 亦都被视为是一个干旱的因素,条件 那为什么他们会有increasing demand for water呢?为什么对水的需求会上升呢? 因为普遍来说,他们的人口,因为有经济发展,增长得很快,导致对水的需求也很多 那当这个水的短缺呢 这个水短缺的问题,其实已经是一直都发生着 那他们对水的需求越来越多,更加加速这个水不够的问题 那好了,还有deforestation 刚才说过,deforestation就是大规模斩树 那 没有了些树的时候,蒸藤作用会减少了,transpiration transpiration你可以理解做是植物的呼吸,它会呼吸水起出来 那你没有了些树,自然没有植物会呼吸水起出来 那同时间,那个下渗状也会下跌,令到泥土没那么湿润 那所以呢,整体来说,令到地上的蒸发率就会下跌了 那整个大气层都会干了,雨量也会下跌 好了,第三样东西就是那些人 他们就不适当地使用这些水资源 那中国的水的价钱很便宜的,令到那些人就不知道 没有意识到那些水是多么重要,那就浪费了很多水 那例如,那些农夫的 有些传统的灌溉方法就叫做Flood Irrigation 就是,总之,倒了些水下去 那结果那些 还有那些灌溉的渠道呢,也都会有滲流 那结果那很多水呢,其实都已经浪费了 那好了,跟着,再说,那起那些 在那个上游地方就起了一些水塘 于是在干旱的时候 那他们对那些水管理得不太好 那结果呢,令到下游都有水短缺的问题 那第四个原因 就是他们过渡去 发掘那些地下水 那在这个中国北面那些地表的水呢,其实很短缺 那所以呢,他们就过分地去发掘那些地下水 那尤其是那些北京啊,天津这些地方 那好了,他们过度开採这些地下水呢,其实结果进一步呢,令到原本已经不够的水呢,的情况更加恶化了 第五样啦,就是他们会污染一些水啊 那包括domestic啦,家用啦 Industrial工业啦 和他们那些艰作的活动 亦都产生很多seerage,即是那些污水 那这些呢,通常就会很快地给他们呢,就倒了那条河啦,或者倒了那条湖啦啦 那我未经处理,那结果呢,就影响了那些干净的水源 那进一步呢,减少那些 干净的水的供应啦 那跟着,再要探讨的就是呢 这个干汗或者水短的问题 怎样可以改善到呢 那最主要有两样啦,第一样是减少对水的需求啦 第二又是增加干净水的供应啦 好啦,那怎样减少对水的需求呢 那就是要教导那些农夫啦,要省水啊 那普遍来说啦,他们 那些农田啦,需要有大量的水啦 那所以呢 要提倡这个省水的科技啊,或者他保留那些水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一样东西啦,就是 就是实施这个Drip Irrigation 中文名就叫滴罐啦 那那 就会有一些管道啦,那就可以 控制一些水流啊,那不用那么多水去 倒入那个农田里啦 好啦,接着还有就是 採取一些防滲漏的工作啦,在那些灌溉的渠道那里 那还有要 减少土地的蒸发啦 那这些呢,当然是 非常之那么紧要啦,好大机会有Fillbanks出啦 种一些抗旱的农作物啦,例如花生啊,番薯啊等等 那好啦,减少那些人浪费的水啦,那透过什么呢,透过教育啦 透过教育呢 就教一些人,怎样去省水的方法啦 提升他们的那个意识啦,对水保留的意识啦,那还有呢,要 提倡使用那些省水的器具啦 那第二样东西啦,最直接就是增加水费啦 那令到那些人呢,就用少些水 第三样东西啦,就是通过法律啦,通过法例啦 那些工厂呢,就要被迫去倒閉的,如果他们呢,不善用那些水,或者违反那些用水的规条啦啦 好啦,那我们还有啦,怎样增加干净水的供应呢 第1个